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星际大战电影《银河系》的史实冒险 2.泛鼓向日葵系列热烈的黄色旋律 3.天鹅湖芭蕾舞,湖畔的爱与诅咒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星际大战电影《银河系》的史实冒险 当然可以,亲爱的学徒们,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启航进入一个遥远的银河系 探索《星际大战》这部史实般的宇宙冒险 首先,让我们回到1977年,当一位名叫乔治 卢卡斯的大胆导演决定将他的梦想投射到大荧幕上 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幻宇宙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现象,一个文化标志 它改变了电影工业,甚至是我们对于好与坏,光明与黑暗的看法 《星际大战》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激光剑,也就是光剑 但别告诉达斯,为达我这么说 他可能会不高兴,会说话的机器人,和各种各样的外星生物 这里有一个小秘密,你知道原理是如何运作的吗? 嗯,这是一种宇宙能量,但我们学者之间的小玩笑是 它其实是由无数的特效和电脑动画师所构成的 这部电影系列的主要故事围绕着天行者家族的崛起,堕落和救赎 从年轻的安大金,天行者,后来成为了达斯,伟达的悲剧 到他的儿子卢克,天行者的英雄之旅,再到雷伊这位新一代的英雄 这是一个关于希望,遗传,和长库选择的故事 是的,你莫看错,那些谨慎的长库,真的是一个大胆的时尚选择 星际大战,还教会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人生课题 比如,如果你的父亲是银河西最大的坏蛋 那么家庭聚会可能会有点尴尬 或者,如果你打算加入反抗军,最好先学会如何驾驶一架XE战机 还有,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小小的绝地武士 特别适当,他们可以用原理控制你的思想时 在这个宇宙中,我们见证了友谊的力量,爱情的复杂性 以及最重要的是,一个好故事如何将全世界的观众联系在一起 星际大战,不仅仅是一系列的电影 它是一个让我们相信,在遥远的星系中,有一群英雄正在为自由而战的故事 所以,亲爱的学徒们,下次当你看着星空 想想那些在遥远星系中的冒险 记住,原理将与你同在,永远 只要你不是在试图用它来找遥控器或者是偷吃冰箱里的蛋糕 那样的话,原理可能会决定休息一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范谷向日葵系列,热烈的黄色旋律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范谷那些让人目不转睛 心情变得像吃了蜂蜜一样甜蜜的向日葵系列 这位荷兰大师用他的画笔在画布上弹奏出了一首热烈的黄色旋律 让人们即使在最阴沉的日子里,也能感受到一抹阳光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范谷这位先生 他的人生就像是一部戏剧,充满了激情与痛苦 而他的画作则是这部戏剧中最耀眼的明星 范谷的向日葵系列创作于1888年至1889年间 当时他在法国南部的阿尔的小镇上 这些画作原本是为了装饰他的好友 也是艺术家高庚的房间而创作的 想想看,这就像是你邀请朋友来家里住 然后给他的房间挂上几幅范谷的原作 这待遇简直比五星级酒店还要奢华 向日葵系列中的花朵,有的正直盛开,有的则是凋零 这些画作展现了范谷对于生命周期的深刻体悟 也反映了他对于自然界的无限热爱 范谷用鲜艳的黄色来表达向日葵的生命力 而那些蜿蜒的绿色金干 就像是在画布上跳动的音符 编织出一首视觉上的交响乐 但是,别以为这些画作只是单纯的美好 范谷的向日葵也蕴含着一种悲剧色彩 这位艺术家的生活充满了挣扎和孤独 他的精神状态时常处于边缘 有趣的是,这些向日葵似乎也在默默地倾听着范谷内心的呼喊 他们不仅是他的模特儿,更像是他的密友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些画作的流传故事 范谷的向日葵系列在他故事后 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最有价值的艺术品之一 这些画作在拍卖会上的价格 足以让范谷在天之灵都要跳起来做一段荷兰木鞋舞 可惜的是,范谷在世时并未见到自己作品的成功 他的才华在当时几乎没有被认可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范谷的向日葵时 不妨想想这位伟大艺术家的生平 以及那些黄色的花瓣背后所蕴含的热情与哀愁 这些画作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它们还是范谷情感世界的一扇窗 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艺术巨匠的灵魂深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天鹅湖芭蕾舞 湖畔的爱与诅咒 天鹅湖Swan Lake 这部芭蕾舞剧可不仅仅是一群穿着白色裙子的舞者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那么简单 它是一部充满爱情、欺骗、魔法与纯洁的象征 以及一个关于穿着紧身衣的男人们 在舞台上飞来飞去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 《天鹅湖》是由俄罗斯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所创作 于1877年在莫斯科首演 但说实话,那次演出可谓是一场灾难 观众对这部作品的反应冷淡 批评家们也是一脸嫌弃 然而,就像一个被诅咒的公主等待着真爱的吻一样 这部芭蕾舞剧在经过重新编排后 终于在1895年在圣彼得堡获得了成功 并且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芭蕾舞剧之一 故事讲述了年轻的王子齐格菲 在湖边遇到了美丽的天鹅女王奥杜利特 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天鹅 她是被邪恶巫师罗特巴特施加了诅咒的公主 白天她是天鹅,夜晚才能恢复人形 王子被她的美貌和悲惨命运所打动 发誓要用真爱的力量打破诅咒 然而,巫师并不打算就此放手 他派出了自己的女儿奥黛利 化身成奥杜利特的样子 诱骗王子在宫廷舞会上向她求婚 王子上当了 这可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因为只有对真正的奥杜利特 宣誓永恒的爱,诅咒才能被打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芭蕾舞剧的一个经典元素 双重角色 舞者需要在善良的奥杜利特 和狡猾的奥黛利之间转换 这对舞者的演技和舞技都是一大挑战 想象一下 一会儿你是一只高贵的天鹅 下一刻你又变成了一个心机深沉的冒牌货 这需要多大的演技啊 最终,爱情战胜了一切 在不同版本的结局中 有的是王子和奥杜利特共同对抗巫师 有的则是他们选择了一起投胡自尽 以死证明爱情 无论哪种结局 都充满了戏剧性和情感的张力 《天鹅湖》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天鹅和诅咒的故事 它还是对艺术家们记忆的一次考验 从柴可夫斯基那令人心醉的音乐 到舞者们精湛的技巧和表演 这部作品 要求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 而当你看到那些舞者在舞台上轻盈地旋转 翅膀 好吧 实际上是手臂 翱翔 你就会明白 这不仅仅是一场舞蹈 这是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总结来说 不管是星际大战 范古的向日葵系列 还是天鹅湖芭蕾舞剧 它们都是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 传达了情感和故事的力量 星际大战 通过宏大的宇宙舞台和英雄的冒险 引领我们思考光明和黑暗 希望和遗传的问题 范古的向日葵系列 则通过色彩和形式 展现了艺术家对生命和自然界的感悟 天鹅湖则以舞蹈和音乐的形式 让观众感受到爱情和诅咒的力量 这些作品将我们带入了不同的世界 让我们思考人性 爱情 命运 以及艺术的力量 它们不仅仅是一场电影 一幅画作 或一场舞蹈演出 它们是一种体验 是一个机会去沉浸在故事和情感中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对于这些作品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被它们所吸引 你有没有与这些作品产生共鸣的经历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和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